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人能找到真爱吗 肯定有的呀 你怎么知道 何止我知道 全国人民都知道 是吗 谁呀 江南皮革厂的老板 黄鹤呀 他不是跑了吗 是的 切了三点五个亿 他小姨子还愿意跟他跑 这你马不知真爱是什么 听说你们单位有八个美女 他们也算美女吗 反正就是八个女的 对不对 没错 号称七龙珠 不是八个吗 怎么称七龙珠了 七头口龙 一头珠 你怎么不找个对象 我有喜欢的人 可他好像不大喜欢我 如果有喜欢的 那就简单了 男人是最容易勾引的 是吗 是的 你只要拿他当儿子一样伺候 很快就能征服他 不行 女生绝不能拿男人 当儿子一样伺候 为什么 因为你拿男人 当儿子一样伺候 那他就会在外面 给你找个儿媳妇 我想买个车 你有什么建议吗 您想买多少钱呢 我原本打算买个八万左右的 可是我老婆说 配置不用太高 买个六万的就行了 您应该只是代步而已吧 是的 那买个四万的就够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点急事 你剩下那两万借给我吧 你相信缘分吗 信啊 那你相信天意吗 也信啊 那你觉得咱们认识是缘分还是天意 既是缘分又是天意 为什么 因为茫茫人海中你认识了我 我也认识了你 这就是缘分 而碰巧的是 你刚好是女的 而我是男的 这就叫天意 你带陈海的儿子去看病了吗 去了 不过小家伙死活不配合 为什么 我们去医院以后啊 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哭 就去问人家为什么哭 小女孩说害怕咽血 因为咽血要割手指 然后他就跟着哭着起来 吵着不提倡了 要回家 他也要咽血吗 不 他咽尿 在别人眼里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得看什么人 有区别吗 有啊 例如我不喜欢的人都觉得我很忙 而我喜欢的那个人 就觉得我特别闲 为什么你喜欢的那个人 会觉得你特别闲 因为他不知道我连洗澡的时候 都会擦干手 裸露着身体 回他消息 美女 你觉得我的文章写的怎么样 不错 不过现在都用键盘打字 所以写作的人都不自称笔者 那应该自称什么 用键盘打字 所以叫贱人 可是我不会用键盘 都是用鼠标点的 那就叫鼠背 这也太难听了吧 看来我还是得用手机 直接触摸屏输入 我也觉得 触摸屏输入最适合你 为什么 因为那叫畜生 明晚去你家吃饭 我家那附近可不大太平 你来的时候要注意点 要注意些什么 身上记得带钱 为什么 万一劫匪 钱没劫到 色也劫不了 恼求承诺 把你捅死怎么办 侯局长 听说你肩膀上有一个龙纹身 是的 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啊 哇 好厉害 这纹身花了多少钱啊 一万块 文个身那么贵吗 纹身不贵 才一千五 不过 文完回家 被我爸发现 打断了我一条腿 医药费八千五 丁市长 能不能拜托你 帮我搞两套房 你想要哪里的 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没房了 还雄安新区就有 你要不要 行啊 以后肯定升职 那你打算 选在什么位置 都有哪些位置呢 北京和天津 小秦同志 你昨晚给我安排的妹子 多少钱 两千包业 这么贵 是的 可是我看他长相一般 身材更一般啊 为什么这么贵 人家是大学生嘛 大学有这个专业吗 男人婚前婚后 是不是变化很大 是的 婚前跟你说过的话 婚后就不算数了 你的意思是 男人婚前说的话 都不能当真 那也不是 有一些倒是真的 例如呢 例如刚恋爱的时候 他们总喜欢说 我就是和你睡一起 不会动你的 结婚以后 就真说到做到了 丁玉珍 这几天你跑哪儿去了 去医院看病了 你不会是想逃跑吧 真的去看病了 什么病 前段时间上厕所 发现尿的时候 开两路 没过几天就变成三路 直到最近跟喷雾似的 好多路啊 老实交代 你到底对仙人球 做了些什么 丁玉珍 你老实交代 你到底贪污了多少 我真没贪污啊 你要是没贪污 为什么别人私底下 都叫你著名企业家 我不是交代了吗 我去看病 医生说我 得前列腺炎 前列腺炎和企业家 有什么关系 得了前列腺炎 每天晚上睡觉 老得起咽尿尿 丁市长 你昨晚和我助理出去过夜了 是的 你没和他那啥吧 有 那你带套了没啊 没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不怕出事吗 放心吧 我有不孕不欲症 不会有事的 可是 他有性病 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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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contest